好了,接著我們再說,人蜜啊,人蜜當然順滯地說下去了 不是說黑白片,剛剛出了 都說了,不是黑白片,雖然很貴的感覺 好,第一位參加這小節,不是天夜食費 還有他的寵物,我七入賴 什麼啊,他精戰了很久 對,是LV50幾 什麼五十幾啊,是LOO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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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級氣炸出來,就會收到 不是,是一百之後再轉身一次,變回你的服飾 即是等同,數字一得 經驗值繼承,金錢繼承,武器繼承,能力繼承 你最簡單,一個是一周目的第一關遊戲者 一個是二周目,或是N周目 什麼是二周目的遊戲者 就是玩過一隻遊戲的熟手和老手 但是一個很小的年輕人 小朋友又要怎麼玩 那就是什麼關係 為什麼會比卡超騙小子 很黑暗 大目博士被比卡超騙了 很明顯 還要說是兒童動畫 算了 不要吵吵 沒有編用動畫是BL動畫 BL這個問題先說 說回說輝才正常 說回其實 他有一個問題 剛才這樣說 我七尤賴是一個八十牌的玩家 但是他玩遊戲 有一個新手過渡保護 他什麼都不會做 開頭看什麼都不會做 那些感情表現 不要理會 是說他的實際用途 除了扔飛鏢 那瞬間很帥 一個油奶的安全鍵 那些是被困住 不是安全鍵 那些叫做 迫力 迫力 還要扔斜 鎮靜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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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靜劑不是打下去 只是一個迫力 還要一個不強的迫力 都可以的 應該是嗎 但是 我覺得兩題 他是一個壞小控制器 不是迫力 為什麼 因為你要知道 觀察者就是BL軍 拿雪輝來刺激,是可以令油奶瘋狂的 所以你說它是迫力,就未必是對 你不會把迫力放開之後,車會狂踩油 百多公里,撞山 所以它只是一個控制者,它不是迫力 還有它其實有一個殺弱 因為大家剛才也說到,雪輝最厲害的射擊,飛逼 這個設定其實後面幾乎沒有怎麼用過的 絕大部分的危機之下,都是油奶 或是用武器無傷 反而雪輝在後面做後場做射擊之務 其實說到另外一個問題 剛才我們說到,這個遊戲本身有不同的社會階級的人 其實一開始,比較多是一對一 但到了後面,就變成群體戰 不是群體戰,是他們對群體的戰 那就是選擇精英小怪 所以,當一個非擁有者 不是一堆非擁有者 和一個擁有者 做Leader 那你帶著,我懂得飛逼我 有什麼用嗎? 等於你打有一個,狗的 不是狗的,不是狗的 不是狗的,是狗的,是狗的 就是帶著狗的,自養日記那個 狗的,狗的 那你沒理由對狗擁飛鏢,很有用嗎? 那你沒有用,但你用了這件事 不是,問題是說,劇情已經令到他完全沒有用了 是用來沒有再懷,不如這樣說 對,就是沒有用了 但是,前面浪費了就說 最初設定到,你覺得他太快 給一些合理的威能,他就說 檢查到他懂得飛飛鏢,但你完全沒有怎樣用過 你要說是有用的,我不會說是完全沒有用的 因為你去到他最後那時候 去到油奶創藥那個很理想的世界 扔飛鏢一扔就中了 那你都可以算是 這個報筆不要補久一點 第一集之後都不知道,但結束才會用出來 那條復筆本身就好像沒有用 那我用一點來講而已 本身就沒有用的復筆,你不要拿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定真的浪費了 新浪費用 不是,你說讓他拿來入體 因為他要做飛鏢 因為City說設定手機壞了就會完 所以其實他只要射別人的電話就可以 但其實他根本沒有怎樣用過 因為去到後期是不會有人拿出電話出來的 那這個是真的 那一個問題就是 你會不會零零射手機的胸口不着夾 不是,這就是問題 因為他們的戰鬥就是靠他的電話 預知未來去做一個判決 但他不拿出來的,就立即是廢了 那你有電話和沒有電話就沒有分別 即是我車油奶就不用電話用了洗戰鬥 我車的手機本身就是,能力就是偏弱的 他只是單去看著,算費 但他的身體能力就真的異常 已經不能超越了異常,根本是無傷 所以當一個未來日記 你不拿一部日記出來收了一部日記 其實已經變廢了 你是將你自己 長處 不是長處 是將你手上擁有的一張王牌 一張王牌級別 所以其實這個設定就搞到 我懷疑作者後面講不清楚電話 如果越搞越練個故事 那個作者控制不了 因為你作者設輝連攻擊力都沒有 所以也不能寫的 那反而還可以 說真的,阿雪輝如果是用 你可以將那個飛鏢的設定 去延伸做飛刀 之類的 那些真是殺傷性的 或者之後再練到飛刀就可以 那真是變成無傷 他不會強很多 但他戰打力高很多 至少有自保能力 他起碼的自保能力會比較好 看起來不會那麼不妥 那就先均等一點 不會變成無傷 但是我覺得這樣 其實也不算很大問題 突出一個肺藍形象 突出這個方法是對的 但是看起來真的不舒服 我承認 同時看到整套 尤其是前面的 基本上都是 雪輝拿著 油奶 油奶救命 不用怕 萬能日本刀 噔噔噔 我來幫你講這句 不是賽刀嗎 日本刀是後面的 不用怕 萬能 那邊應該欺負我了 不用怕 萬能賽刀噔噔噔噔噔 後來就拼人 就這樣 大哥不行 錢都是這樣 你看到前面滿奇 是這麼滿 你在這裡玩叮噔噔還是聖杯君 叮噔噔噔 聖杯君 是這樣的嗎 就好像巫女那次的 像巫女那次的 巫女那次的 巫女很瘦 追一下 然後還在巫女那次 又拉救我 都噔噔了 他好像沒有做這樣的事情 他沒有去追巫女嗎 你不要去屈她 不過是 他太善良 他太善良 他被巫女騙了 他真的被巫女騙了 那時候 這就是巫女 其實很難被巫女騙的 你看漫畫版 哇 整個獨眼個人 你有沒有樣子 讀一個人 不是啊 那些畫 很可怕的 歪了 我最喜歡說的 哇 這個明星的眼睛好像刪得歪了 看漫畫版就修正了 慢慢修正了 慢慢修正了 完全是這樣 你沒有了一隻眼 就有平衡 很恐怖的 前面有一隻劉海 劉海 劉海不是貼到 額頭都很緊 有些浮胸位 劉海界那邊 不是有隻偽眼 或者是 拉什麼都沒有 空了一個位置 舉眼 石人一隻眼 大佬 哇 很可怕的 獨眼 獨眼和旁邊有一塊東西 鴨頭 鴨頭 什麼都沒有 哇 這麼麻煩 你又沒有那塊 你又沒有眼帶 很恐怖 他真的單眼 就變成了 好像天生的一隻眼 總而他畫 這個時候 拍側面 變成一隻眼 靜中間 哇 真的受不了 真的 突然間 我們好像說了 那個 已經在後面贏了 不是 我先說作話 我知道 那兩位之後 當然 繼續說一下雪輝 雪輝和阿游 差不多要說 有什麼說 那其他人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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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更多表現 那你說他真的是有獎勁呢 老實說 我覺得是兩乎 幾乎是零 那你說他在這個 如果在毛女兒的翼裏去救油奶 也算是OK一點 這算是負罪 因為之前拋脫油奶 他良心度過不去就救他 我覺得這算是贖罪 他去到後面要死掉老爸媽 那一刻爆氣 那一刻就情緒化 老實說就不需要 被油奶在枕頭裡說幾句話 沒有枕頭還沒睡 然後名為油奶的 我不是在耳面細語 跟他簽約了 幹嘛拍攝女 動畫版做到 他好像真的很覺悟 最後救他那一段 說廢對油奶那些位 但其實演進 可能也是那一句 廢藍用作太突出 突然說他要變成這樣 比較難有說服力 你說到後面說 善良 善良到要救女兒 這樣 仍然覺得有些特額 應該說 看漫畫的時候是這樣的 你看到一陣子 你知道 一陣子拿著槍 換了一件衣服 很不死型的 插出來 我們一齊隊林市長 阿山你是甚麼人 我不認識你 我心想問 是不是換了一個人 那陣子 剛剛死了老爸死了老媽 對 死了老爸老媽 剛剛走出去 找奶媽那幫人幫忙打 剛剛爆了 爆了不久 已經換了人 是不是換了人格 是啊 其實中間個人是他跳進去 還有漫畫 沒有階段 動畫版都沒有補過 其實是有點怪的 本身是漫畫版的問題 要補有動畫版 動畫版又不能原創太多 補個位 我有一集理的東西 阿游在身邊說 枕邊語 快點報仇 這樣做 可能被老婆推 不是老婆推的 是按摩鬼魚 是按摩的異魚 整個男人背後有一個賢妻 你說甚麼 是比卡超來的 哈哈哈哈 再用比卡超來講 比卡比卡那些而已 所以其實他成長過程 其實我一直沒有 我覺得他成長是零 老實說 不是完全零 他假裝了 過位數 之後跟油奶打仗 所以他都是被打的 我不想和他打的 他用他打的方法就是雪德 對 他只有雪德 不然是用拳頭打的 其實他應該過當 去Marcos 唱哥哥那樣就不打了 哈哈哈哈 所以為什麼最後狗仔出來說 對他吧 你弄個鬼 有看過嗎 哪隻狗仔 狗仔 你叫狗仔的行動 和雪輝比呢 他們兩個人的背景其實很厲害 性格也有關係 背景和性 應該是他們的背景和生理歷程不同 背景和生理歷程不同 背景和生理歷程不同 一個就是 大家 剛才所謂的狗仔 就是剛才那個 致養日記 那個持有者 的女 不是狗仔 不是狗仔 Mini 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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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痴啊 我覺得不是 不是 要去到 後段 阿雪輝死了 老大老 不好 之後 跟Mini 看回他過去的時段 那個地點 那個 那個 站的點位 是很相似的 但是他兩邊是完全不同的 我覺得 不完全是 反而你說 我覺得他和自養日記 那會比較相似的 因為你說恐怖分子,他真是在一個戰場生存 他是為生存的打鬥出來,但說輝不是吧,他是一個家庭問題,他不會餓死 他說他也要為生存,他說他有油奶罩 我講說他性格方面,他不是一開始一出生,連著池塔就跟著未來阿記 他一開始就說,家裡有問題,看不到星星,家裡離婚,那些人又沒有所謂,沒有特別的喜歡 隨便用電話按一下按一下,寫日記就算了,只喜歡看照片老保那些人 漫畫版第一卷就說這些 是啊,他是一開始就給人這種感覺 所以他是一個廢男,他有一個背景設定,到他中間的性格,他全部都是 你說他跟恐怖分子,你所謂的狗姐,他有什麼相似呢? 其實他背景相似性,我覺得是沒有的 我不是覺得他相似,只是覺得他們是 就是說,他說他有少許影子上的重疊,我不會否認 這個是真的 不是,我不是他相似說,他們兩個在同樣的情況之下,立場之下 大家都知道最後他們兩個亂守 誰的行動力較多呢?其實狗姐的行動力較高 他還在猶而不決的時候,狗姐已經動了 已經做了事了 就是最後結果是靠狗姐推出來的,他什麼都沒有做的 但是,你用一個很簡單的想法 如果你在一個戰場上,全部都是生死決定來的話 你下個決定的速度是很快的 一定會的,這個真的 但是你看到這個時候說回來,還是你一下你一下 就是,沒有理由,你打Pokemon,你中毒,你還要在那裡 我今早用一下那些什麼,李魚和招跳一下跳一下 再扣多一萬血,你不會這樣的 你很厲害,你做到這樣 你當然是砸砸,有沒有破壞光線? 不是,砸砸砸,有沒有解毒藥? 對,類似的東西 對,有沒有回復,要先隔壁吃完嗎? 家裡在旁邊,快回去睡覺吧 那就是了 即是,打Pokemon,你會扔回家肉,或者吃解毒劑的 就不會在那裡走,在那裡磨刀,不會做這些事情 除非你真的這麼有自信 那血多,我害怕 這麼像你,很配合你,我又馬 很明顯是你 算了,先不要說這些 當然,你說她和恐怖分子的交流,其實在劇中算是幾多 很多 即是算油奶之後就算是幾多 另一位女性 其實就不是另一位女性 因為她放在那裡還沒死 為什麼? 她是整個二枝木裡面唯一 都叫做善俊 唯二的活人 唯二的活人? 她不算人 她是半人 她是第三個 不是 沒有啦,只有她和狗姐沒事 在這個世界 只有說暉 只有說暉 做了第二枝木的神 然後繞了一萬年 這是另一個問題 狗姐就是 連一個世界 被宙斯捉了 被宙斯捉了 是被宙斯捉了 拯救了之後 不是條角 是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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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給了一些能力 令他可以 心心地捅進去 對 好像越說越糟糕 不要再說了 捅穿他 總之 乙斯捉牠裡面 二枝木的狗姐就是最幸福的 然後噴一些液體 是血來的 我們下一次 有的動畫有做嘔血的 捅手進去 不是噴是嘔血 我都會說 有的動畫有的 不是液體的血 不是液體來的嗎 我們下一次回來 有的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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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